夏家的家庭会议结束 初步得出了将夏小兰母女接回来的会议结果 没办法 这次刘芬和夏小兰确实硬气 都回汽景村 十来天了 愣是没说要回家 夏老太是极不喜欢这母女俩 却也不得不承认 刘芬除了生不出儿子 在干活方面倒是一把好手 任劳任怨 比张翠和王金贵加起来都强 王金贵是惯会偷懒的 张翠在县城陪读几年 对田地里的活有点生疏 不过那小破鞋 最好还是别回来丢人现眼 留在刘家最好 希望两个儿媳能体会到她的意思 把这件事办好 夏老太睡觉前都还在担心 夏家人都住一个院子 晚上要说点悄悄话 必须压低声音 王金贵和夏老太的想法一样 刘芬能回来 夏小兰是绝对不能回来的 她道 你看大嫂今天那副样子 不情不愿的 子玉能找到王建华 我家红霞哪里差了 不就是没继续上学 女孩子会认会写就行了 大学毕业都是老姑娘了 王金贵嘀嘀咕咕 夏红兵困的要命 不耐烦道 红霞就不是念书的那块料 你明天去留家 别只顾着当恶人 一个臭丫头还能翻天了 回来就把她关起来 再给找个婆家 远远嫁出去 闲话慢慢就淡了 王金贵嘴里答应着 其实压根没改变主意 说来搞笑 张翠和夏长征两口子 也在聊同一件事 不过他们是想把夏小兰弄回家的 就像夏红冰说的 把夏小兰关起来 再给她找个差不多的婆家 反正她的名声坏到底了 老光棍和官夫都行 其实坏夏小兰名声的 张二赖也可以 和张二赖没关系 才是乱搞男女关系 两个人结婚 不就是名正言顺了吗 张翠越想越合适 她道 我们又不是关她一辈子 女人嘛 嫁了人 生下孩子 就在农村扎根了 夏紫瑜不想夏小兰 离开大河村 张翠觉得 把夏小兰嫁给那些老光棍和官夫 甚至是张二赖 同样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只要把夏小兰弄回家 张翠就有信心 能把这事办成 夏家能收到一笔彩礼钱 夏小兰也没有兴风作浪的本事 谁让她不知道轻重 要抢子玉的对象 夏长征也觉得挺有道理 两口子在这事上没分歧 夜深人静 他们又说了别的事 因为夏子玉考上大学去了京城 张翠再也不能打着照顾他生活起居的名义 待在县城了 夏长征挺担心自己家的那个生意 他道 店里你弟媳妇看着 不会出问题吧 能出啥问题 紫瑜舅舅舅妈是好心帮忙 要没有这点 你女儿以后的嫁妆 你儿子娶老婆的彩礼 从哪里来 夏长征想 紫瑜舅舅是咽过拔毛的主 每天都要摸钱 小舅子随便藏一点 都是他家的损失 店是在女儿紫瑜的指点下开起来的 从小摊到租下铺面 经营得越来越好 生意红火 夏长征一刻都不放心 道 还是你自己看着 等把那丫头的是解决了 咱们就在家里人面前 过个名路 就说是你娘家开的店 你去店里帮忙 给紫瑜赚点生活费 能不在农村跑土干活 张翠巴不得 长居县城 他道 你也去 店里缺人手 等你去了 就叫紫瑜舅舅回去 店里有咱俩 也能把摊子置起来了 我在想想 早点睡 明早还要去七景村 天还没亮 夏大军就起来了 王金贵打着哈欠 张翠看着还挺精神 夏大军是去岳家 一年难得去一趟 又是去接刘芬母女的 总不能空手上门 可他穷得都比脸干净 夏老太只能给他 置半点礼物 啥礼物呢 恰好是刘永上次 买来的白糖和挂面等东西 挂面吃了 白糖还没动 夏大军又给提去了 这时候走礼 都是同一批东西 你送我 我送他 其实就那么几包东西 在轮流送 大家也都习惯了 不过 原样又给人家送回去的 就太不讲究了 送来的东西 还得扣点起来 岂止是不讲究 简直是抠搜 夏老太就是这么一个 抠搜的人 夏大军也没觉得异常 三个人提着那袋白糖 吃了两个蒸红薯 天还没亮 就往七景村走 夏大军带着两个女人 闷头赶路 到七景村时 还不到八点 夏小兰正要出门收黄膳 打开门发现夏大军 带着张翠和王金贵 站在外面 她的脸色立马就冷了 小兰 你再吃点东西 一会儿路上饿 赚钱再要紧 也不能仗着年轻 不管身体 刘芬捧着糖瓷刚追出来 里面装着饺子 是预防夏小兰半路上饿着 她一看到夏大军三人 话也卡壳了 手脚也不听使唤了 竟是愣在当场 夏小兰叹气 理论培训得再丰富 实践又是另一回事了 哟 二嫂 你这是欢喜傻了吗 我们一路走过来 脚酸腿疼 你也不说让我们进屋 王金贵望着刘芬手里的糖瓷刚 嘴里不由分泌出了口水 闻着味道 是猪肉小葱馅的 不年不节的 刘家吃这么好 怪不得夏小兰母女 不愿意回去 刘勇是真发财了 买了自行车 家里还能吃上肉馅饺子 王金贵舔了舔嘴唇 出门前吃的红薯不顶事 她闻着饺子香气 肚子就饿了 她道 二嫂 你包了饺子啊 正好我们还没吃饭 夏小兰一点便宜 都不想给夏家人占 李凤梅在屋里听到不对劲 出来就见夏家三口人把门堵了 哟 我当是谁呢 大早上就来堵门 咋的 是想干架吗 告诉你们 这里可不是大河村 老刘家的人 不会让你们白欺负 李凤梅插着腰很有气势 愣是不让夏家三个人进门 夏小兰架好自行车 想快点把夏家三个人打发走 她还要出门收黄扇呢 别的不说 市委招待所胡永财 预定的二十斤黄扇 夏小兰就不能放人鸽子 她很淡定的说 舅妈让他们进来说吧 您帮忙喊吓我就 今天不把话说清楚 以后还有的麻烦 农村少见睡懒觉的 别看才早上八点 不少人都看见夏家的三个人堵在门口 夏小兰倒觉得没啥 她一点都不觉得丢人 不过她妈可能觉得不自在 夏小兰多少顾及到刘芬的心情 张翠跟在最后面 偷偷打量夏小兰 这个侄女长得还是那么不正经 但气定神险的样子 让她整个人都变得大方了 撞墙没死后 夏小兰好像就变了 不能再让她在外面也了 否则夏家没人能掌控她 张翠心里有点慌 刘勇大早上就去沟里捉黄扇了 李凤梅在沟渠那边找到她 两口子急急忙忙赶回家 就怕夏小兰母女吃亏 走到家门口一看 她家外面有人在张望 不敢拉住刘勇 就把李凤梅扯住了 七嘴巴舌了起来 你小姑子婆家终于来人了吗 是夏大军吧 两口子这次闹得挺大 阿芬都在娘家住不少天了 凤梅 你小姑子也怪可怜的 你也别急着赶人 给她撑下腰 刘芬老实肯干 又不爱打扮 外表生得黑兽不起眼 对村里女人们都没威胁 也就是倒霉 没给夏家生出儿子来 像刘芬这样的媳妇 夏家都容不下的话 同为女人 命也真是太苦了 要不怎么说远相近臭呢 刘芬在大河村也是这样一个人 偏偏嫁过去二十年了 夏小兰的是闹出来 大河村都没人替刘芬说句公道话 都等着看热闹呢 七景村是刘芬的娘家 刘家在这里扎根三代人了 摆脱了败来户的身份 村里人都向着刘芬母女的 李凤梅谢过大家的好意 好不容易脱身 回家一看 几个人坐在堂屋里 刘勇占了主位 夏小兰母女俩就坐在她左手边 右边坐的是夏家人 没有要打起来的迹象 她松了口气 要打架的话 她男人肯定吃亏 她得叫村里人来帮忙 刘勇的眼神带着厌恶 刀 说吧 你们今天来是啥意思 之前没把话说利索吗 夏家两个女人还敢来 别以为她不知道 刘芬在夏家时经常被两个轴里挤兑 张翠是咬人的狗不叫 王金贵是夏老太婆坐下第一恶犬 两个都不是好东西 夏大军看了一眼刘芬 刘芬低头属蚂蚁 两口子十几天没见面 刘芬不像以前那样 关心她了 甚至连句话都没和她说过 夏小兰也是 看见她都没有叫人 夏大军压下心里的火气 道 我来接她娘俩回去 田里的活忙完了 她奶的病也好了 夏大军的意思是 家里人已经不生下小兰的气了 她带着两个嫂子来接 彼此有个台阶下 依旧回去安稳过日子 小兰名声坏了 是挺糟心的 不过来的路上 大嫂张翠和她保证 一定会给小兰说个婆嫁 让她安安稳稳嫁人 刘勇有点头疼 和棒锤交流真不容易 她之前说的话 夏大军显然是没放在心上 她道 阿芬不想和你过了 你俩也没办过手续 写个字句 大家把手印按了 从此就桥归桥路归路 八十年代的农村 生活了几十年 却没去民政局 领结婚证的夫妻 比比皆是 大家也不讲究这个 结婚就是一辈子的事 就算打得天翻地覆 也少人有会想到离婚 结婚证对大家来说 也没啥用 刘芬要是不想和夏大军过了 东西一收 直接走人就行 起码法律是约束不了她的 不过 刘勇怕下家以后 缠上了掰扯不清楚 双方写个字句最好 夏大军觉得她大舅子 不依不饶得很麻烦 她面上露出不快 张翠健行事不对 赶紧截住话头 小兰她就 老话说 宁差十座庙 不悔一桩婚 弟妹和大军 都过了二十年了 两口子哪能不闹矛盾呢 你要是非得 把他们拆散 也要相信小兰 她总要嫁人的 未来婆家一打听 小兰父母都不一起过了 说出去也不好听 你说是不 低头看蚂蚁的 刘芬肩膀颤动 李凤梅呵呵笑 道原来夏家 是张嫂子当家 咋的 小兰嫁不嫁人 一个大伯娘 还能替她做主吗 呸 拿小兰嫁人的事来威胁 不喷她一脸唾沫 张翠以为刘家人 都好欺负是吧 夏小兰还着急出门 收黄膳 和赚钱比起来 夏家人的分量太轻了 她道 我说两句吧 夏家我是不会回去了 我也不会同意 我妈回去 她就算是 卖身给夏家的 这些年做牛做马也 偿还干净了 你们也别瞪我 流言传的到处都是 回我名声比我自杀 真相究竟是啥 大伯娘说不定心里 早就有数了 第一 我和石坡子村的张二赖 没有一点不正当关系 以前没有 将来更不会有 第二 全天下男人都死光了 我也不会去勾引夏子玉的男人 这两个大事盆子 扣我脑袋上 我是不会认的 夏小兰就凡有啥事不说清楚 非得遮遮掩掩 七景村也有人 听到流言了 人家只是没拿到 刘家人面前来说 夏小兰不愿意 别人肆意揣测 干脆把话说清楚 她行得正坐的端 原主 虽然长得轻浮 却也没真的勾勾搭搭 和王建华的来往 是相互都有意 两人也没突破最后的防线 这中间的弯弯绕绕 夏小兰早晚会找夏子玉 和王建华算账 他看着夏大军 冷笑根本忍不住 又道 你了解过事情的经过没有 我被流言逼得没有活路时 你有没有一丝 对女儿的疼爱之心呢 过了这么多天 你想过 要去找张二赖算账吗 都没有对不对 那你觉得 我为啥要回夏家去 好好的人不做 要回去做 摇尾起怜的狗吗 夏大军大张着嘴 王金贵嘀咕道 你做下那么丢人的事 谁好意思去问 那三审的意思是 红霞背着这些名声 你也不会管了 王金贵气急 红霞要是被人说得这么不堪 他早提着锄头 和人拼命去了 就连那个张二赖 也要带人打得半死 看看有没有谁敢瞎说 王金贵发现自己 被夏小兰带偏了想法 张嘴就骂 我家红霞可没有不正经 苍蝇不盯无缝的蛋 你要和张二赖 没有不清不楚 打大家都拿你说嘴 三审我不和你这丫头计较 你跟我们回去 好好给你奶奶认错道歉 再让子余原谅你 大家还是一家人 张嘴大吉 王金贵这个没脑子的 估计要激怒夏小兰 当务之急 是先把夏小兰哄住 回夏家才能搓圆捏扁 她赶紧道 你三审说的是气话 你奶奶怎么会和孙女计较 就是你子余姐 也没说过怪你 夏小兰不听两个女人瞎嗶嗶 她只问夏大军 是真的吗 我要回去给奶奶认错 给夏子余道歉 张翠拼命的给夏大军打眼色 后者迟疑了一下 还是承认了自己的想法 道你奶都病倒了 你姐不计较 你不能当做啥都没发生过吧 她的意思是 母女俩要回去 当然要道歉 家和万事兴 别人原谅夏小兰啊 家里就不会有争吵了 刘勇气的眼珠子都快脱矿了 李凤梅也没见过这样给人当爸的 感情夏小兰说了那么多 这个棒锤连个屁都没听进去 夏小兰觉得不能再和傻逼讲道理了 低头鼠蚂蚁的刘芬 却仿佛被刺要害 猛然抬头道 小兰不会道歉的 你是不是耳朵聋了 没听见小兰说话吗 她啥都没做过 外面的人欺辱她 下家自己人 要逼死她 你们没人替小兰出头 还想叫她回去道歉 她要求谁的原谅 她对不起哪个了 夏大军 小兰不回去 我也不回去 我要和你离婚 离婚 刘芬主动说 要和夏大军离婚 这年头 离婚多罕见啊 而且还是逆来顺受的刘芬 主动提出来的 翻了天啦 在刘家院子 外面竖着耳朵听的 都吓了一跳 夏小兰都没想到 她妈居然这么硬气 更别说对面 夏家的三个人了 夏大军想 她是不是最近 没有揍这个婆娘 让她眼里 没了自家男人 从大河村 走到七景村 还带着大嫂和弟妹 三个人来接母女俩 也算给足了刘芬面子 她生不出儿子 夏大军 不高兴归不高兴 也从来没想过 要换个老婆 现在好了 刘芬居然说不过了 要离婚 你再说一遍 夏大军 猛地站起来说道 铁疙瘩肉 身强体壮的 像一座山一样 看着就害怕 你干啥 想在刘家撒野吗 刘勇顺手 在旁边摸了根扁单 挡在妹妹面前 李凤梅冲出门 边跑边喊 打人了 有人欺负咱刘家人 欺负七景村没人 夏小兰吃惊过后 走过去拉住刘芬的手 刘芬从女儿身上 获得了支持和勇气 这里是刘家 不是夏家 她不能怕对方 就算在夏家 刘芬拼了命也要说实话 她道 我说离婚 大军 我和你过不下去了 咱俩离婚 夏大军攥紧拳头 要把刘芬拎出来 刘勇提着扁单 劈头盖脸一顿招呼 终究是个子体力不如人 没几下 扁单就被对方抢走了 两人打成一团 夏小兰把他妈护在身后 张翠一脸着急 道 小兰 你叫你妈消消气 有啥事 咱不能坐下来 好好谈吗 动不动提离婚 多伤感情 夏小兰一脸冷漠 道 那她打我妈的时候 就不伤感情了吗 大伯娘 那时候我可没见你劝家 张翠想说 女人挨揍 不是自古以来立的规矩吗 李凤梅已经带着村里人回来 几个村民将两人分开 有何刘勇要好的 还偷偷踹了脊脚下大军 咋的 还敢来咱们村耍横了 弄死他个狗东西 打老婆的男人没卵蛋 还敢和永哥动手 打上门来了 以为七景村没人吗 也不知道 李凤梅叫人的时候 是咋说的 几个村民越说越气 合伙将夏大军揍了一顿 双拳男帝四手 夏大军被人揍趴在地 刘芬紧紧握着女儿的手 发现让他吓得发抖的男人 也不是真的没办法战胜 这男人在家对他挥拳头 在外面却是个怂货 兜住手 一个六七十岁的男人 背着手走进刘家 几个村民压着下大军 不让他动弹 达叔来了 达叔 这心下的太不是东西了 别说话 达叔肯定有主意 达叔叫陈旺达 是七景村的村长 陈也是七景村的大姓 陈旺达当了多年村长 在七景村很有威信 陈旺达年轻时 是参过军的 虽然没立下啥大功绩 却是实打实的老革命 他虽然窝在七景村 当个小村长 谁知道人家的老战友 现在混到了哪个位置 别说在七景村 就算在乡上 在县里 陈旺达也是个挂名号的 他还当选过县人大代表 刘勇以前混日子的时候 都不敢在他面前太放肆 达叔 您来了 您坐 刘勇让陈旺达上座 陈旺达也不客气 屁股坐下去 才去看刘芬 他道 你们家虽然是 逃荒搬来的外星人 不归我陈家宗辞管 但在七景村过了几十年 你们就是七景村的人 你父母不在了 我厚着脸皮 也算长辈 今天就替你做这个主 刘芬 你告诉达叔 是不是要跟你男人离婚 刘勇搓手 眼眶都红了 村里人没把他们 刘家当外人 分田分地 都有他家的 有好处不落下 现在陈旺达要替刘芬出头 刘勇是感激的 刘芬自然也是 按理说他嫁出去 都二十年了 又不姓陈 陈旺达完全可以不理会 他道 达叔 我是要离婚 请您老给当个见证 陈旺达点点头 道 我只管这一次 你要是哪天后悔了 达叔也只当你们夫妻 破镜重圆过的幸福 再求我出头 是不可能的 刘勇 去拿纸笔和印尼来 今天就把字句立好 夏大军被人踩在地上 憋着气大吼 我不同意 他嫁到我们夏家 生是夏家的人 死是夏家的鬼 他就是我老婆 张翠和王金贵没想到 今天会闹成这样 他们俩对 七景村的情况不了解 但看陈旺达的样子 就不好惹 明明是来劝刘芬母女 回家的 怎么就说到离婚去了 小兰 快劝劝你妈 她在气头上 说的是胡话 女人离了婚 要咋生活 她户口还在大河村呢 你们母女俩 在七景村 连一块地都没有 张翠并不是关心 刘芬和夏小兰 她是不想让这俩人 脱离掌控 陈旺达眼皮都没抬 道 把他们户口签回来不难 不用你这个前嫂子操心 他们户口签回来以后 七景村自然会分田分地 给他们娘俩 就算夏小兰不稀罕 一点田地 也不打算永远留在农村 但陈旺达的话 还是让她感激 这是在给他们撑腰呢 再看那些 把夏大军踩住的村民 还有在院子外面 张望的同村人 陈旺达说要分田地 给刘芬母女 肯定不可能人人愿意 但也没有人马上反对 陈旺达的微信高 七景村的人知道 这时候要给刘芬母女 撑面子 需要一致对外 不能跳链子 夏小兰根本不用吱声 陈旺达一出面 就把这件事办好了 执笔就位后 陈旺达到 出来一个人写字句 围观的人里 走出来一个年轻后生 夏小兰认识她 叫陈庆 是村长的孙子 也是村里的高中生 陈庆看见夏小兰 就会脸红 这时候站出来 目不斜视的 挺有画人的感觉 这不是说笑 在83年的农村 高中毕业 就算文化人了 陈庆今年高考落榜了 帮家里忙完农活 还会回学校复读 高中生不分配工作 摆在陈庆面前的 只有两条路 要么继续复读考大学 要么回乡下当农民 陈旺达念一句 陈庆写一句 一是三份的字句 挺像后世的离婚协议 不过刘芬和夏大军 只有破屋两间 实在没啥财产好分割 夏小兰也不用选择跟着谁 她满18岁了 谁也管不到她 张翠满口劝 刘芬不为所动 夏大军不肯签字 按手印 陈旺达不管她乐不乐意 让人抓起她的手 在纸上按了下去 刘芬拿到协议 看看夏小兰 又看了看歌嫂 也没人反对 她都不看下大军一眼 沾了红泥狠狠戳了两个拇指印 陈旺达塞给张翠一张纸 道 这是你家的那份 一份留给刘芬 还有一份 我亲自交到县民政局去存档 你们要无事 可以滚了 老爷子干得太漂亮了 强势独裁 不是夏小兰推崇的特质 她也当过领导 知道有时候就需要强势 她由衷地说了句 谢谢陈爷爷 她重生后遇到过不少喳喳 却也有不少好人 大河村看牛棚的孤寡老王头 救了她的周城康伟 商都市里卖膳丝面的个体户户助良 还有眼前替他们母女俩出头的陈村长 这些人和她无亲无故 本不必像舅舅刘勇那样帮助她 可人家伸出了援助之手 夏小兰默默记住了这些情分 陈旺达看她一眼 道你是个好孩子 以后和你妈好好过日子 夏小兰开始做生意 陈旺达就在观察她了 这闺女并不像传言说的轻浮娇气 能吃苦 做生意只赚自己该赚的钱 陈旺达对夏小兰公开表示了肯定 母女俩回七景村 就能站稳脚跟 达叔 刘芬的眼泪 要掉不掉的 她捏着字句 从此以后和夏家就没瓜葛了吗 刘芬说不出是啥感觉 她16岁嫁给夏大军 在夏家待的年份比刘家还长 一开始夫妻俩感情还不错 后来不知怎么的 把日子过成眼下这样 她辛苦不要紧 却不能看着女儿继续受欺负 嫂子李凤梅说的对 夏家人就是通过她 才能拿捏住夏小兰 那就离婚好了 她和夏家没了关系 他们再也不能欺负小兰了 张翠再会说 也不能挽回今天的颓势 王金贵也目瞪口呆 就这样干脆利索的离了婚吗 刘芬哪里来的胆子 都快40岁的女人了 没了生育能力 长得黑瘦不起眼 离开夏大军 刘芬还能嫁给谁 不过想想 刘芬不回夏家了 也趁机甩掉了夏小兰 那个小破鞋 王金贵是三人里唯一暗爽的 七景村的人像房贼一样 确保他们离开了七景村地界 夏大军把字句撕得稀烂 扔在路边水沟里 张翠知道 字句写的是三份 撕了这一份并不顶事 他道 大军 你别急 等弟妹气消了 你们日子还能过 张翠这话说得干巴巴的 连他自己都不信 王金贵想 看刘芬那样是铁了心了 还说要把离婚字句 交到县民政局去 谁家两口子 闹矛盾能这么大的阵仗 刘勇肯定是发财了 刘芬有这个大哥撑腰 才有了离婚的底气 王金贵十分妒忌 他问 回去怎么跟娘交代 七景村的人 把三人赶跑了 刘勇邀请奏下 大军的几个村民喝酒 还得好好谢谢村长陈旺达 夏小兰也觉得 今天是他妈对过去的告别 是未来新生活的开始 连做生意这种事也要往后挪 她高兴地说 舅舅 我去买菜 刘勇拉住她 道 你去忙你自己的事 晚上才请客 请客用得着你一个大闺女 上蹿下跳的显摆吗 今天舅舅高兴 你等着晚上吃饭就行 刘勇请客 能让外甥女出钱吗 别说夏小兰现在自己都困难 就算她有钱了 这顿饭也只能是刘勇请 李凤梅也没意见 两口子 把夏小兰轰出门 刘芬在家 也不知道干啥 刚离婚了 还没回过神 夏小兰干脆带他妈出门收黄膳 等他俩走了 李凤梅打开床头的箱子 刘勇跟进来问 你那儿还有多少钱 刘勇赚的钱 大头都交给李凤梅了 他半年出去三趟 一共往家里拿过两次钱 大概有七八百 在家上买了一辆新自行车 这半年来 他拿回家的也有上千块了 李凤梅不用数 就给刘勇报了个数 还剩六百九十块 半年来 李凤梅才用了一百多块 包括给涛涛看病 家里杂七杂八的开支 买花肥什么的钱 都在里面 刘勇皱眉 他不是嫌弃李凤梅 用钱太厉害 而是觉得自己赚的不够多 张二赖被抓了 今天又把下家的是了了 我过几天就出门 钱你别利息 该花的地方别太省 穿的不用太讲究 火石上不能抠 小兰说的没错 多给滔滔炖骨头汤喝 将来长高点 听你的 今晚怎么也要有三桌人吧 你说说按照啥标准请客 一桌怎么样 也要弄四五个荤菜 其他你看着办 我去县里买点酒 你要买多少肉 李凤梅在心里迅速盘算 只要舍得放油 鲫鱼和泥丘也是能吃的 家里水缸里养了不少 谁说这不是荤菜 现在去城里面 也买不到啥好肉了 那天夏小兰 做的糖醋排骨味道不错 不行不行 排骨里加点土豆红烧 他道买三斤肉 两斤排骨 有猪肝也要点 没有就算了 刘勇进城 肯定要买酒买烟的 请客吃饭 就是这样 还要买点糖和瓜子等零嘴 李凤梅给刘勇五十块 三桌人吃饭 这点钱肯定是够的 刘勇在村里借了辆自行车 一点没耽搁 骑着去安庆县 另一边 鸡肠鹿鹿的夏家三人 又走回了大河村 去的时候 信心满满 回来时 却垂头丧气 回去要经过石坡子村 路过这地方 夏大军恨不得 缩着脑袋走 刘延和夏小兰滚草垛子的张二赖 就是石坡子村的人 夏大军觉得丢脸 要低着头走过石坡子村 夏大军默然想起 夏小兰阴沉着脸说 她和张二赖绝无关系 又问她这个当霸的 有没有找过张二赖算账 她迟疑着停下脚步 道 大嫂 是谁先传小兰和张二赖 有不正当关系的 张翠眼神一闪 道 这种事咋找源头 村里有人看见了 就说了出来 有人去问张二赖 她也是承认了的 要真没有啥 张二赖能承认吗 王金贵这次站在大嫂那边 道 她二叔 我看小兰 就是太倔 做错事不敢承认 都把小破鞋丢出去了 千万别又找回来 王金贵和张翠 你一言我一语 两个人 真是把夏小兰踩到泥浆子里 没眼的事 都说得信誓旦旦 张翠最后 不得不搬出夏子狱 她道 小兰和张二赖在路上拉拉扯扯的 紫玉也看见了 不过紫玉可是一点没出去说过嘴 流言的确是在夏子狱和王建华 离家上学后传开来的 夏大军一点也没怀疑侄女 夏小兰不想认亲爹 夏大军对女儿也很失望 乱搞男女关系 丢光了老夏家的脸 还阵阵有词 满嘴谎话 三个人都想快点离开石坡子村 偏偏被人叫住了 都是邻村的 谁不认识谁啊 这个人一脸好奇 道 大军 你知道张二赖被抓了吗 严打游街了 我看这次 他是跑不了的 张二赖被抓了 张翠脑子里 忽然窜出来一个大胆的念头 乱搞男女关系 只抓男的 不管女的吗 要是夏小兰也被关几年 那才是再也翻不了神了 他也顾不上装模作样了 一把抓住这人的手 问张二赖有没有 把我侄女交代出来 公安会不会来抓他 大嫂 夏大军大惊 他对夏小兰失望归失望 却也不想让女儿去吃牢饭 张翠向来稳妥 说这话不是主动把小兰扯进去吗 张翠是得意忘形了 他有几分善善 道我是太着急了 怕张二赖说瞎话 小兰和那二留子半毛钱 关系都没有 石坡子村的人却不信 谁不知道夏家人最怂 就算闺女受欺负了 要找张二赖算账啊 夏家可好 三兄弟都身强力壮的 就任由张二赖嚣张 反而逼得家里闺女撞墙 什么玩意儿 这人想看三人的笑话 故意笑嘻嘻的 道张二赖是入室盗窃被抓的 昨天县城严打游街 他身上挂着大牌子 写着他的罪名 这烂人肯定要被重判的 村里人都讨厌他 这下真是把祸害解决了 张二赖只要不在村里晃荡 时间一久谁还记得那些留言 等风头过了 跳个远一点的婆家架过去 这件事不就过去了吗 冷眼看着 当爹的夏大军 想不通官窍 不过张二赖被抓 他肯定是高兴的 当大伯娘的张翠 笑得太勉强 三婶王金贵 脸色变来变去的 也不知道在想啥 这就是出了 女大学生的夏家嘛 石坡子村的人 暗暗摇头 夏大军也不管 道 小兰他们还不知道 我得去把这个消息 告诉他们 走了两步 太想起来 他和刘芬刚刚离婚 母女俩看着他 被汽景村的人打一顿 偏偏冷漠的要命 夏大军的高兴荡然无存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 走回夏家 张翠想了一肚子话 王金贵也似有心思 夏老太看见 只有三个回来 心中有数 肯定是没把人接回来呗 夏小兰那小破鞋脾气大着呢 他道 咋的 他们娘俩还拿架子 等我这个老婆子 亲自去接吗 夏大军摇头 王金贵快人快语 道 娘 二嫂和二哥离婚了 刘勇找了一群 七景村的人 把二哥打了一顿 还逼着他按手印 写啥字句 夏家人都不肯信 但夏大军身上还带着伤 而且也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 夏老太顿时 就哀哀哀哀声音起来 对夏小兰母女破口大骂 夏小兰是小破鞋 刘芬就是大贱人 弟妹咋会提离婚 肯定是被刘家逼的 夏长征试图找回点面子 王金贵傻不兮兮的反驳 哟 还真是刘芬自己提的 从头到尾都冷着脸 活向夏家欠了他钱没还 王金贵是想不通刘芬的行为 他指望着有人给解惑 夏老太只觉得头都要炸了 自从夏子余考上大学 他自觉夏家的门眉都高人一等了 他嫌刘芬生不出儿子 要把刘芬扫地出门 那是夏家掌握主动权 这么一来就被动了 刘芬内见人 咋敢提离婚的 夏老太的嗓门大 骂的半个村子都能听见 真是稀罕是 夏大军的老婆 跑回娘家十几天 早上天没亮就去接人 人没接回来 原来是去离婚的 他们家的笑话 真是一年都讲不完 夏大军浑浑噩噩的 大男人的自尊心严重受挫 心里也打定主意 刘芬要是哪天后悔了 还想回这个家 别管那女人哭得多可怜 她都不会心软 刘芬提离婚的消息 炸的夏家天翻地覆 大河村都议论纷纷 夏长征干巴巴的安慰 夏大军几句 私下里又让张翠把当时的情况 讲了一遍 真离婚了吗 那还有假 写了三章一样的字句 大军和刘芬都按了手印 七景村的村长还说 要把字句交到县民政局去 张翠忧心忡忡 又到回来的路上 我还听说张二赖被抓了 说他入室盗窃要重判 你说我们是不是要给子玉发个电报 张二赖被抓 还不是因为乱搞男女关系 夏小兰是牵连不进去了 这张牌也就作废 夏子玉去京城前 交代他们要把夏小兰看老点 一家人都没想到 刘芬会和夏大军离婚 还看老夏小兰呢 人家压根不会回夏家来 夏小兰已经脱离了掌控 以张翠的能力解决不了 夏长征也没主意 明天我找个借口去县里 给子玉拍电报 再打听一下张二赖的事 夏家一屋子鸡飞狗跳 七景村刘家 李凤梅在邻居的帮助下 整治出三桌洗面 请今天仗义帮忙的人 喝酒吃饭 请客没有直请男人的 家里的女人也要带来 大家很有默契 不带小孩 计划生育政策 才刚执行没两年 独生子女少 真要把家里孩子喊来 三桌是绝对坐不下的 堂屋里摆了一桌 村长陈旺达坐上坐 他也没带几个人来 除了他老七 就只有孙子陈庆 来吃饭的都没想到 菜色这么丰盛 土豆烧排骨 韭菜炒鸡蛋 干边泥丘 鲫鱼豆腐汤 大葱炒猪肝 还有用蒜汹炒的青菜心 桌子最中间 摆了羊肉烩面当主食 刘勇没买到好肉 干脆弄了点羊肉回来 羊肉烩面堆得老高 羊肉一片片的毫不含糊 就是过年 也没有这么丰盛的吃法 刘勇还在每张桌子上 放了烟和酒 被请的村民都扎舌 勇哥 你今天太破费了 这桌菜 没得说 陈旺达也没扫兴 笑着说刘勇 赚了几个钱 就瞎糟蹋 刘勇端起酒杯 道 达叔 我今天是真高兴 阿芬和我小妹不同 她是逆来顺受惯了的 也怪我年轻时 混账不懂事 自己没本事 不能替她撑腰 您知道我爹妈走得早 两个妹妹都嫁得不算好 我混账 酒还没喝上 刘勇就开启了自我批判大会 她说的也不是假话 陈旺达点头赞同 你小子年轻时是挺混账 好在成家后懂事了 你媳妇没少操心 李凤梅身上的围裙 还没脱 听到陈村长的肯定 她挺不好意思的 她嫁给刘勇之前 结过一次婚 婆嫁嫌弃她过门十年没生育 把她赶出了家门 后来又惊人说没嫁到刘家 刘勇都三十多岁了 还不懂事 李凤梅躲在被子里 不知道哭过多少次 好在儿子的出生 让刘勇有了责任心 能赚钱了 对她也体贴了 刘勇马上说 感谢媳妇操持这个家 李凤梅对她妹妹和外甥女好 刘勇心里有数 感激着呢 陈旺达又说到夏小兰 母女俩户口的事 她道 我这两天陪你跑一趟 把她俩户口签回来 这件事越早办越好 刘勇有点局促 不过夏小兰 给她倒了一杯酒 她也小口敏了 来吃饭的人 当然不会那么没颜色 心里咋想不说 嘴上都说 刘勇是苦尽甘来 好日子就在前头呢 夏小兰和她妈坐在一起 另一边 恰好是陈庆 夏小兰心一动 道 陈庆哥 我一会儿有件事 想请教一下你 陈庆拿着筷子 都不敢夹菜了 她不是没有和同龄女孩相处过 学校的女同学 跟夏小兰年纪相仿 可她们谁都不长夏小兰这样啊 陈庆和夏小兰坐在一起 脸就红红的 幸好干农活 晒黑了看不出 想着对方要问她事 她急急忙忙 答了一声好 声音比蚊子大不了多少 小兰过来和各位书博长辈们说说话 刘勇叫她 夏小兰高高兴兴跑过去 陈庆望着她的背影 觉得自己心跳的厉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